這個藝梳法 什麼價錢 哇很清貴 很划算 在廣州做中學教師的黎晉 和做會計的太太三年前大學畢業 今年新婚 是內地的典型80後夫婦 結婚之前已經想著置業 有個安樂窩 所以有空都會看家師 想像下未來的新居 不過看了很久的樓都未上到車 現在樓市整體還是很貴 而且這幾個月好像比之前還要貴很多 剛剛上個月出了一個新的各八條 但好像對樓市的影響 都還是比較小 所以希望看定些才再算 四千元 都不便宜 不便宜 貴 他們每人月入都有四千多元 相比廣東工資平均數三千元已經高很多 但是和香港的80後夫婦一樣說買樓難 那到底是有多難呢? 以一個六十平方米的小單位為例 每平方兩萬元的價格計算 首期三成加上契稅 印花稅和簡單的家具 淋淋種種的費用 入場費起碼需要四十萬 如果是身邊的朋友 可能買到樓的都會比較少些 就算是有買到樓的 基本上都是靠爸爸媽媽 他們去給首期 甚至乎整個樓買了給他們 才有可能 以廣州為例 2010年的樓價和一年前比 上升了三成有多 市區新樓賣到兩萬五千元一平方米 要樓市降溫避免影響民生 中央政府推出多行措施 包括限購令 有物業代理就認為 樓價居高不下 是供應不足的問題 剛性需求在2008年後 就持續攀升 加上整個經濟環境比較好 和通脹的需要 買樓人的需求比以前大了很多 所以造成了公不應求 樓價上升 以及在樓價比較高的情況 賣地又令到大家對後市的樂觀比較大 你越賣地越貴 人家看到你地都這麼貴 將來樓價就更貴 學者就認為 政府穩定樓市的政策 需要時間來驗證 我相信限購的政策 只要持續一兩年 房價肯定就會有比較明顯的下降 因為成交量降了 但是我想限購還是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 因為有一個群體是 即使房價降了一部分 他還是買不起房子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 可能是兩大政策的方向 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一個就是房產稅 房產稅是你擁有豪宅和多套房 你可能是多交稅 這便便宜了炒樓的動力 他又認為內地城市規劃 可以考慮興建以基層為對象的住屋 興建保障性的住房 來保障低下階層的市民住屋問題 已經被納入十二五規劃 但有內地學者認為 數目龐大的中產階層 亦需要政府的幫助來買房子 而他們受到政策的優惠 卻是少之又少 像黎晉夫婦這些想買房子的80後 學者相信 只要中央穩定樓價的政策發揮效果 他們就有望在近期上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嘉莉 在廣州報導 我們會看到 有很多問題 都 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問題 感谢观看